嗨,大家好,上一期跟大家说了要讲讲棍子料 今天有朋友以为海能黄花梨的大料出来的纹理都是不清晰的 只有棍子料才清晰 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它只是花纹的形态不同 而不是说它花纹的清晰度不同 花纹清晰的料子它大部分的纹理都是清晰的 不管它生长在什么位置 而花纹不清晰的料子呢 不管它是棍子料 还是大料,它的纹理都会不那么清晰 比如这几根料我们拿来做一下分析 这一根呢,可以看到中心有一个很明显的圈圈 我们称之为有心 这种料就可以做出对眼或者鬼脸 这一根还算是纹理比较清晰的 再看一下这一根吧 这一根呢是做过一些开窗 我们叫半开窗料 因为这个截面没有打磨过 这种料的皮色看起来油性是很高的 纹理还算比较清晰 应该是一块不错的料 做一点小把剑 上面扁的位置可以做个相差之类的 应该是还不错的 很漂亮的一块料啊 但是这种料呢 有可能它就不能出对眼效果 因为我们看不到它有很明显的心 再看一下这一根 这根料可以看到它的颜色是紫黑色 皮也是很老的皮 完全被腐蚀掉了这个白皮 只有看到棍子这个心的颜色了 但是这根料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没有看到有明显的纹理 所以料并不是说大料有纹理 还是棍子料有纹理 主要是看料 这一根 底色也是比较紫的 有黑线 这根料的密度也很高 我们从皮色上可以看到 料子的油性很足 其实经常看料的人呢 看皮是可以对这个料有大概的判断的 很多料我们买的时候呢 都是完全不开窗的 要根据皮色和经验去判断这个料 大概是什么样子 虽然它没有心 但是它做东西也是很漂亮的 如果说棍子料的话 这一根就是很优秀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底色是比较紫的 黑线也很清晰 有树心就可以做出鬼脸或者对眼的效果 略微遗憾的就是它有点小 比较细 只能做个大概1.6左右的手串吧 但是一定是会出一串小精品 大料的价格呢 一般是论金来算 而小料的棍子料的价格就是 一根一根来算 所以我们经常会听到 大家说棍子料价格很贵 确实是如此啊 而且一部分靠运气 一部分靠眼力 最终面粉比面包贵的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棍子料的风险相对是比较高的 大家买料的时候也需要提前有心理预期 好了 就跟大家讲到这里 下次再见